皮肤整片肿了起来 还有一小颗一小颗的吐起物 真的痒到不行 像是蚂蚁从骨髓里钻了出来 不经意抓了又抓 皮肤状况越来越糟 不少人受到意味性皮肤炎之苦 它就是一粒 很多衣服你会材质 你就会更名 更去挑选 选饭店的时候 就地毯什么 我就会特别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地毯 发作起来起氧无比 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困扰 也听过些许偏方 电台卖药的也会有跟你讲 说小孩怎样 抑郁性皮肤炎可以怎样 坊间偏方白白肿 部分家长还会准备舌汤 青蛙汤 还有来路不明的中药草 说是有排毒作用 可以直养 要孩子趁热喝下 不仅病情没好转 还让小孩子吓到骂骂号 医生强调这些方式千万不可 那些东西都是古老的传说 那是因为以前 医药不发达的时代的产物 相信说什么精油 精油有时候会治疗过敏 事实上有些精油反而加重过敏 医夫病友协会表示 病有严重程度经常被低估 有五成病患明明觉得 自己已经达到中重度的不舒服感 但是如果从表面来看 只有四成会被诊断出中重度 比较轻微大部分都会口服一些抗过敏 比如说抗主治安的药物 那外用药大部分以 类固醇的药膏为主 另外不只是异味性皮肤炎 其他的皮肤免疫性疾病 像是肝癬 肝癬性关节炎 慢性循玛疹 水泡性疾病等等 都是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 医师叮咛 如果有发生不舒服的症状 一定要寻求专业建议 以免延误病程引发严重并发症 东三新闻 许顺文 天梦俊 台北报道